身边很多人都很羡慕我找了一个有钱的老婆 我也很高兴他们能羡慕我 谁还没点小小的自尊心呢 直到我发现老婆行车记录仪里的内容 我才意识到 拥有一个有钱的老婆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和我老婆是在差点的桌认识的 当时 我作为外地一家游戏公司的研发总监 配合公司市场部 做了一个展台 展示我们研发的独立游戏 挺特么神奇 旁边的展位人潮汹涌 而我们的展位一个人都没有 市场部的老大对我冷嘲热讽 早就说你研发的这游戏不够商业 没必要来展会 浪费钱不说 狗都懒得理你 我又秀又闹 但无法反驳 为了给展位增加点人气 我不得不听从了市场部遭见人的策略 他们给我做了收购的衣服 让我一个大老男爷们 穿着粉色小裙子在这里吸引人眼球 还说什么 就算没人想了解我们的产品 大家出于神丑的心态 给拍拍照片发发朋友圈 顺带宣传一下也是好的 算了 为了能对老板有所交代 穿就穿吧 第二天 他们留我一个人在展台坐着 我穿着粉色小裙子指甲腿 那是真丢脸啊 尽管如此 还是没人过来询问 路过的人也没有拍照 最多就朝着我这个方向指指点点 嘴里可能骂句撒臂 就没然后了 一直到黄昏 终于有人主动来要宣传策了 一袭白色的连衣裙 靓丽的大布朗长发 白皙娇嫩的脸庞 恶罗多姿的身段 大喇喇的性格 这样一个妙龄女郎来跟我洽谈 我既兴奋又想用脚趾头 扣个缝钻进地里去 我咬咬牙 站起身 扯掉巴拉巴拉小摩仙的头饰 很有礼貌的跟他交谈起来 在我扯掉假发的一瞬间 他扑斥一笑 百昧顿声 我直了 眼睛 他没有询问我为什么打扮成这样 而是非常认真的聆听 我对自己研发的独立游戏的理念 审美 玩法等方面的讲解 在这个过程中 他频频点头 我感觉终于找到了知己 破于时间关系 我们交换了名片 柳如烟 某科技家文娱公司董事 更关键的是 他竟然和我来自同一个城市 什么叫趁热打铁 趁热打铁就是我们离开上海 回到自己的城市立刻就约了 当然是聊游戏 柳如烟表示 他很喜欢我研发的独立游戏 而且这个游戏一定具有 还未被开发出的商业价值 他当时听我讲完 就想投资 但碍于不了解我们公司 就没说出口 之后他简单被调了一下我们公司 他认为我这东价连股权都不清晰 投资风险很大 如果我可以单独出来做 他愿意投资我 我一口拒绝了 开玩笑 单独出来创业 岂是有投资就能干成的事 柳如烟也不在乎 隔三差五 我们聊聊游戏 看看电影 喝点小酒 畅谈人生 日子过得舒服极了 他总是能带给我惊喜 比如说他爱潜水 满世界寻找能潜水的区域 玩够了就回来 但不忘给我带一块漂亮的人工珊瑚饰品 这东西不值钱 但情义比千金还重 我们互相了解了大半年 彼此欣赏 就差捅破那层窗户纸了 情人节那天 他让我接他出去玩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 北山路62号 附近有个便利店 到了给他发信息 2月14日 接他出去玩 这是什么意思 我心脏狂跳 我的第一感觉 今晚可能要有事 有事之前可能会喝酒 喝酒不能开车 问问 带上身份证 可以了 我迅速打了一辆车 到了他约定的位置 告知他我到了 他说很抱歉 没想到我这么快 他稍晚一点才能出门 如果闲着没事 就多走两步 这附近有个小区 静止走到最里面就可以 这样说不定 我们就能早点碰面 太体贴了 我顺手买了一大束玫瑰花 向旁边的小区大门走去 静小区不到30米 我突然听到嗷的一声 紧接着是军训士的 一二三四这样的口号 我转头一看 卧槽 这个小区怎么会有 这么正规的武警操练 不管了 继续向前走 一直快走到路口尽头 我发现他跟一个 微胖的男人迎面走来 我感觉手里的玫瑰花 瞬间不香了 柳如烟看见了我 兴奋地跟我打招呼 他向我介绍他身边的男士 说 这是麦迪 我们一块在这长大的 随后 他又向麦迪介绍我 说我是他的好朋友 麦迪看了一眼 我手中的玫瑰花 眼神里流露出了 一味深长的笑意 心照不炫地伸出手 说 有眼光 恭喜 我就不打扰了 麦迪冲我挤出一个 友善的眼神 跟柳如烟也打了个招呼 便先离开了 柳如烟这个人 从来不墨迹 也不玩虚的 没有花里胡哨的求交往一世 我和他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 按照他的说法 他对我的清心是始于才华 现于才华 忠于才华 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们都有各自的事业 只是在生活层面 他比我多了一个爱好 那就是潜水 他名下有两家公司 一家是做短视频新媒体业务 另一家是做电影投资 分别找了垂直领域内的大咖 做经理人 他说他的职业规划很简单 从留学归来后 就认定了要做文娱产业 云游戏加新媒体加电影 三家公司相处相成 等做到一定的程度 三个公司打包合并 卖给巨头或者上市 游戏这一块儿 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我听明白了 他一直鼓动我出来创业 可能有需要我帮他的意思 由于我跟公司老板的理念大相径庭 工作推进艰难 再加上如烟一直在我耳边吹风 我那颗创业的心有些激动了 但是 如果我出来给自己的女朋友打工 那我岂不是成了吃软饭的 失业是小 失节是大 来人更是如此 面对我好多天愁眉苦脸的纠结 柳如烟实在忍不住了 他提出先拿给我一千万 算作我的借款 出来创业 如果我赚了 还他本金和利息 赔了就算他的 有那么复杂吗 我以约感觉 我可能是屌丝心态作祟了 面对他这样的富二代 我是又穷又要面子 何必呢 扛不住他的一再劝说 我同意了 他直接转给我一千万 备注借款 然后我们的游戏公司很快就成立了 他占95%的股权 我占5% 毕竟是一家人 而且所有的渠道和资源都是他的 就算他占100% 我也觉得完全没毛病 这种信任的基础是 他确实比我有钱有势 公司成立之后 我没人没夜的投入到研发中 而我老婆 比以前更热爱生活了 每个月得有20天在全球各地潜水 总体来说 我是工作狂 他一甩手变成了生活狂 我们各有各的世界 还有每月小别胜新婚的惊喜 简直不要太惬意 像往常一样 他每次潜水回来都不忘给我带礼物 仍然是人工珊瑚饰品 带的次数多了 我们家就形成了一个全部由珊瑚交组成的 五颜六色的微观小世界 我每次看到那一小片区域 都感到幸福和温馨 有一天晚上 他潜水归来 我加班后回到家 发现他情绪异常 看上去非常低落 客厅里有一些茶杯碎片 凌乱地躺在地上 猫沙撒到了盆外 还带有一些猫屎 猫咪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而如烟 除了一头大波浪发 显得神采奕奕 整个人都散发着丧丧的情绪 他低着头 一遍又一遍地抠着自己的大拇指指甲 我问他出什么事了 他对我大吼 让我滚 别烦他 大姨妈要来的征兆 我查了下日期 不对啊 要是以前 每月总有几天情绪低落 那可以理解 但这次 明显还没到日子 他这坏情绪怎么来得莫名其妙的 长期的相处 让我早已摸清这种时候应该做什么 那就是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让他自己消化 否则适得其反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 他凑到我身边 跟我说了声对不起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 小声问他出了什么事情 可不可以跟我讲讲 他抬起头 问我 你天天喊我老婆 怎么没提过要跟我结婚 多大点事 我如是重负 直接站起身 告诉他 我现在就回家拿户口本 明天一早咱就结 如颜拦住了我 笑也如花 谢谢你老公 我知道你爱我 结婚不着急 我只是 想跟你生个孩子 这样我会更有安全感 看着他羞红的脸庞 我简直直了 但是我怕疼 我们去美国 用我们的 代孕一个 到时候孩子出生 国际什么的都很方便 你觉得呢 原来是这种方法 我内心有些抵触 但一想到怀胎十月 对他来说肯定非常难熬 如果 的话 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 过二人世界 以及更加投入的工作 这样一想 还是挺好的 行 那到时候让我爸妈去照顾 哎 你想什么时候要 现在 就这几天吧 这么急 我年纪大了 他指着自己眼角 几乎不可见的皱纹 委屈地说 工作固然重要 但一定没有老婆重要 何况我妈也着急抱孙子 我觉得这件事可行 随后 我又跟如烟聊了聊 关于结婚的事 他很坦诚 说自己不希望 仅仅用那一张证 来证明自己的爱情 我一想 也对 现有的婚姻制度 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只要有爱 那就是最好的 随后 我们去美国待了大约两个月 有中介全方位的贴心服务 我们配合做了爱资检测之后 就顺利地走流程 完成体外受精 进入胚胎发育阶段 一切顺利 我沉浸在即将要做父亲的幸福中 回国后 我恢复了工作狂的状态 而我老婆 仍然四处找地方潜水 只是出于作为母亲的责任 她顺带去美国的次数 也越来越多 不知不觉 新研发游戏的世界观 搭建基本完成 这一天 也正是我老婆 潜水之行结束回家的日子 为了庆祝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以及欢迎老婆回家 我准备了烛光晚餐 她进门后 看到我精心不知的场景 抱住我的脸 连清了好几口 两瓶红酒下肚 我们都有些飘飘然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 那还不得赶快运动运动 我扶着老婆去卫生间 刚打开花仨 她突然一激灵 说道 刚才都忘跟你说了 这次 太危险了 我差点儿 枪死在海里 幸亏我的肚底 啥 怎么 回事 她嘿嘿一笑 说道 别紧张 都 老司机了 不过这次确实危险 本来我这次就潜得比较深 然后发现 我的养鸡瓶漏气了 下水潜粗心了 这次 要不是我和波底 常年配合默契 可能真的就 我的大脑突然一片混乱 波底 常年默契 因为我老婆每次出去潜水 从来都是告诉我 她一个人出发 哪来的什么波底 包括这次临行前 我还记得很清楚 她告诉我 她这次报的 仍然是当地最贵的 成员相对都很专业的团 根本没有一个熟人 所以哪来的常年默契 而且 我是第一次从她嘴里 团里的小伙伴什么的 我忽然感觉 我对潜水这种事情 了解的太少了 到底什么是波底 我得好好查一查 当晚 我们没有钻浴缸 只是简单的洗漱 然后我把老婆扶到床上 她很快就睡着了 我上知乎 查潜水波底之类的关键词 然后我这个汗鸭子惊了 我眼前仿佛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对不起 我就是这么土鳖 请原谅 找一个靠谱的波底前半 从来不是缘分 也不是福利 而是像谈恋爱一样 双方在慢慢熟悉中 渐渐走到一起 这种描述 你看看 这像是人说的话吗 继续了解 我才意识到 所谓波底 可以说是海平面下的生死之交 毕竟 在大海里面 会有很多未知的危险 一旦发生意外 就可能涉及生命危险 而波底作为关键时候 救命的角色 没有人会随便挑选 一个陌生人合作 也就是说 波底本身就是他的生死之交 甚至比我这个老公重要得多 想到这里 我彻底睡不着了 鬼使神差之下 我轻轻拿起他的手机 小心翼翼的 用他的手指解锁了 这个波底 到底是谁呢 微信 通信录 短信 各社交软件 我倒过了好几个小时 都没有发现 所谓波底的蛛丝马迹 眼看天都快亮了 不甘又绝望 正当我要放弃的时候 他的手机邮件 APP突然弹出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来自 国际某著名 旅行房屋租赁社区的 官方邮箱 我没有点开这个 新收到的推销邮件 而是打开了邮箱 翻开以往的相关邮件 真相大白了 我老婆满世界瞎逛的时候 每次都会用 这个旅行房屋 租赁社区 APP上顶房间 而预定房间的时候 都需要上传 护照复印件 我发现他的邮箱里 除了他个人的 还有另外一个 男人的护照文件 这个男人护照上的 照片很精神 活脱脱一小白脸 姓名显示为 张子鹤 好你个子鹤啊 真特么不是个东西 一次次给我老婆 做波底就算了 房间都不主动开 你妈的 我把老婆的手机 悄悄放回到他枕边 随后 我捏手捏脚地 走到客厅阳台 点了一个烟 我望着窗外 心思涌动 天亮了 我绿了 应该就是这样的 是当缩头乌龟绿梦炉 还是堂堂正正站出来 掰扯清楚 这是个问题 不知不觉 一整包烟都被我抽完了 等我想站起身的时候 发现腿都蹲满了 我咬咬牙 心里恨恨到 不要以为有钱 就能为所欲为 老子不吃那套 想到这里 我下定决心 必须找他好好质问一番 我站起身 刚一回头 就发现老婆 双手还胸 站在旁边看着我 吓老子一跳 怎么抽上烟了 我将心一横 没有正面回答他 冷笑着反问了一句 此刻是你的body 对吧 听到我这一问 他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慌乱 紧接着 他用右手向上 聊了一下长发 转身走到客厅的 沙发附近 自己也点上了一根烟 这是我第一次 见他抽烟 我以着门框 静静地看着他 我倒要看看 他怎么解释 几分钟后 他看向我 拍了拍自己旁边的沙发 让我坐过去 随后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 翻出一张照片 递到我眼前 我拿过来将照片放大 直接映入眼帘的 是一型大字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应用心理专术 MAP毕业证书 给老子看这个干什么 难道你觉得我心里有病 以及 你什么时候上了这个专术 我一脸问号 看着他 给你讲个故事 柳如言好像陷入到了 悲伤的回忆中 他说 他之所以喜欢潜水 是因为不喜欢 这个肮脏的世界 主要是不喜欢肮脏的人类 而大海 就很纯净 很美 在大海中前行 能让他忘记 小时候的烦恼 因为他小时候 受过严重的心灵创伤 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抚平 至于具体是什么创伤 他没有具体说 大约五年前 一次他独自抱团出海 那天晚上 海上起了风暴 整艘船的灯都熄灭了 在海上摇摇晃晃 那种黑暗的恐惧 让他想起自己小时候 受到伤害时的感受 他拿脑袋撞船舱 晕了过去 当时有人救了他 开导了他 那人是一位 做心理医生的前友 也就是张子鹤 从那之后 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张子鹤 涂漏了自己心中的秘密 他有造狂症 吃了几年药 去北师大 看了几年心理医生 又考了那里的 心理学部研究生 才逐渐好起来 而我老婆 柳如烟 从高中时 就被鉴定出 有双向情感障碍 造愈症 在张子鹤的 关心及推荐下 他也考上了 这个北师大的 应用心理学专属 从那之后 柳如烟戒烟了 抗造育的药也在递减 一直到现在 已经好几年没吸烟 也没再吃药了 总之 张子鹤对他 有救命之恩 我老婆娓娓道来 我感觉废话太多 忍不住打断 问他 这就是你经常 跟他约着出去潜水 却告诉我单独行动 和陌生人抱团 对我撒谎的理由 柳如烟看着我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失望 他说 我告诉你独自出去 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而且自从我和你在一起 我们就 绝对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那你每次都和他一起住 你怎么解释 柳如烟愤怒了 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你果然偷看了我的手机 但你有没有看清楚 我的住宿套房有多大 哪一次低于200平了 我们出去玩 各住各的房间 还有其他团里的人 居一块聊聊天 全球各行业的人才都有 也算为了事业 搞一搞社交 这怎么了我就纳闷啊 我确实没注意那些住宿的类型和环境 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太漏 然后想多了 正当我带着一丝疑惑胡思乱想时 柳如烟又发话了 你只会怀疑我 而不是关心我 曾经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痛苦 我真是后悔告诉你这些 让你看清我 我身心俱正 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做错了 作为一个男人 我小心眼儿 还冤枉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 我真是猪油萌了心 但一时又不知该如何道歉 还是 好像还是有些不对劲儿啊 后来 朋友告诉我 北市大的心理学是全国最好的 也是最贵的 专说光学下来就需要二十多万 我老婆应该不是骗我 再联想到我老婆 偶尔情绪不稳定的一些生活细节 我想 我可能是真冤枉她了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编辑了对不起三个字 发给了她 没想到她回复得很快 七个字 没关系老公 爱你 看到她这样的态度 我直接拨电话过去 诚恳道歉 对不起老婆 我保证 以后绝对信任你 再也不看你的手机了 也希望你永远健康快乐 起不必要的误会 我再也不去潜水了 那怎么行 不行 你去你的 我绝不胡乱干涉 傻瓜 我们的孩子也快出生了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只顾自己玩 我心头一热 感叹自己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什么是风雨之后见彩虹 什么是双喜临门精神爽 大概就是在我们儿子顺利出生的同时 游戏开发也到了大成的阶段 已经有发行方找上门来寻求合作了 我爸妈迫不及待要看孙子 在我老婆的带领下 我们四人直接飞去了美国 看着儿子大大的眼睛和娇嫩的肌肤 我想等把游戏工作组完最后的包装 我就把儿子接回国 当然 他要在哪里长大 还需要我们两口子商量 无论如何 我要我们经常在一起 那才算是完整的家 回国后 我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认真工作 在这期间 老婆偶尔回来看我 让我不要太着急 她已经把Demo发给几个相熟的投资大佬看了 他们表示很感兴趣 并想投资加码 合力将盘子做大 如果我们把进度称衣 称 细节做得更完美 应该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 我不知可否 我绝对相信老婆的资源和人脉 甚至我潜意识里相信 她还有更大的惊喜没有告诉我 有一天下午 我连打了二十几个喷嚏 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 恰好这一天出门匆忙 忘了把特效喷雾剂带来公司 我给老婆发微信 让她帮我把喷雾剂送公司来 最好把洗鼻器也一块带来 她没有回应 我打电话 她没接 实在受不了了 我打了一辆车 自己回家拿 到家之后 我顾不上和老婆打招呼 迫不及待 泡好了三百三十毫升的洗鼻炎 倒进容器里 一顿狂冲鼻孔 踢泪横流之后 就是极致的清爽 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都知道 稍有鼻塞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闻不见 但总会有通畅的那一瞬间 那会儿我们的鼻子逼狗兜灵 就在那一瞬间 我闻到了 家里似乎有别的臭男人的味道 我走进卧室 仔仔细细的嗅 我百分之百确认 有臭男人出汗后的那种味道 我尽力压下自己愤怒的情绪 打开书房的门 看向穿着睡衣 暴露着玲珑曲线 却一本正经在工作的老婆 抢颜欢笑问她 家里今天有人来过吗 没有啊 她很坚定 也太坚定了 不是我一神一鬼 我的鼻子不会骗我 她肯定是又撒谎了 我没有问下去 只是走上前去 还住她的肩膀 在她的脸和脖子交接的地方 轻了一口 这里也有臭男人的味道 都没来得及洗澡吧 我不动声色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找出我的鼻炎喷雾剂 跟她打招呼 离开了家 我需要了解真相 我想 在家里装摄像头的话 细心一些就会被发现 毕竟针孔也是要露出来的 如果放录音笔 放在相对封闭的床底下 肯定没问题 我挑选了一根超长待机的录音笔 它就像一把匕首 躺在隐秘的角落里 也插在了我的心里 无论是出于逃避的心态 还是出于悲伤的情绪 我都不想按时回家睡觉 我以一个奋斗逼的名义 说服老婆同意 我赤柱都在公司 奋斗半个月 直到彻底完成项目 她很善解人意的答应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录音笔帮我把该听到的 还有不该听到的 都录了下来 你这么会给她戴绿帽子 她知道吗 恩恩 我跟她比谁更厉害 你 如果她发现了怎么办 那就分手呗 面红耳赤 我的内心像一座岩浆滚的火火山 那里汹涌澎湃 随时可能喷不而出 等我稍微冷静下来 回过头重新听 意外发现这个男人的声音有些熟悉 好像是在哪里听到过 我仔细回忆和柳如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往事像幻灯片一样闪来闪去 我终于想起来了 录音笔里出现的这个男人 就是当初情人前那天 我去接柳如烟 他声称一起长大的麦迪 麦迪 麦迪 这让我感觉 自己不只是被扣上了绿帽子 而且还被狠狠地愚弄了很多次 毕竟 我还跟那个麦迪亲切地握过手 恶心 我一个人走到河边 抽了两盒烟 终于下定了决心 我回到家 他不在 我把他所有的物品 装了几个大袋子和行李箱 直接扔出门外 其实做完这些体力活 我倒是冷静了不少 但分手的决心没有丝毫改变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回来一趟 他看着门口的行李 满脸的疑问 我请他到沙发上坐下 开门见山 你和麦迪搞过多少次了 看着他因为惊讶瞪大眼睛的样子 我没等他回复 直接将录音笔扔在了桌上 他聊了聊自己的大波浪长发 淡定的说 没想到 这一天来的比我预想的要早一些 还你预想的 他盯着我的眼睛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和你领证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 算了 不提了 是我对不起你 我们也该做个了断了 哪那么多 为什么 你遭遇正犯了 我冷笑 并用这种恶毒的话刺激他 柳如烟猛地站起身 愤怒地看着我 随后又坐了下来 其实我也很矛盾 我喜欢你的才华 我真心爱你 否则不会要跟你生孩子 我不和你结婚 也是为了你以后能生活得更好 我生活不减点 是想用多情来掩盖深情 让自己不多的日子 不那么痛到忍受不了 我最多还有一年的时间好活 医生已经给我判过死刑了 不过我的毛病不会遗传给孩子 这点你放心 我承认我很自私 对不起 我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看着他冷笑 你编 接着编 这么狗血的故事 你是怎么想到的 我话音未落 只见他拿下了自己那一头大波浪长发 就是那一头 一直让我目眩神秘的长发 然后 一个光头就这样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他把假发扔到一边 看着我 另立在我家 需要我现在去拿 证明给你看吧 我贪坐在地上 一时难以消化这么多信息 刘如烟将自己的假发重新戴到头上 给我留下一句你好好想想吧 然后拎着一个行李箱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原谅他 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哪怕是为了孩子 可以想到我头顶的大草原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半个月 也没有想清楚该如何是好 可问题总得解决 正当我想联系他再次好好聊聊的时候 他直接打电话过来了 他表示 虽然我们没有夫妻之名 但有夫妻之实 相处一场不容易 他已经做好了公证 用他所有的个人财产 给我们的孩子成立信托基金 他希望我也出一点钱 并不需要很多 把他给我创业的借款 给孩子注入基金就可以 如果我实在困难 大可不用考虑他这个提议 我随便即可 如果我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他三天后的下午有时间 可以找他见面聊 等他把后事处理完毕 他就去美国全心全意照顾孩子 一直到自己死亡 简单利落 大致就这些事 我仿佛被他强大的气场 还有一点都不拖泥 带水的处事方式感染了 心中五味杂陈 其中包含一丝愧疚 考虑到那个 我还没怎么抱过的孩子 我想 任何一个男子汉 都不应该让一个女人 独自来承担他的未来 尤其是让一个即将 去世的女人 但是我现在真的 没有那么多钱了 当初柳如烟 借款给我的一千万 早已投入到工作中去 这还远远不够 我多年的积蓄 也都搭进去了一大半 除非 我卖房子 那也凑不够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那我就先把房子 抵押给朋友 然后拿拿点儿钱 直接去见柳如烟 做最后的告别吧 三天后的下午两点 我和柳如烟 约在了他家附近的咖啡店 我把东拼西凑得来的七百万 当面转给了他 他好似有些心疼 联系的看着我 你不用总是那么爱要面子 孩子 以后不是还给你管 分这么清楚干嘛 我想 把孩子接回国 柳如烟忧愿地看了我一眼 可以 等我死了之后 可以吗 心里堵得慌 柳如烟好像没有一丝芥蒂 继续看着我说 还有一件事 公司的事 和你商量一下 两种方式 第一种 像我以前说的 打包卖给巨头 套现离场 这样的话 你把你那百分之五转给我 省得各种手续麻烦 到时候属于游戏公司的份额 也注入到儿子的信托基金 第二种 如果你对游戏公司有感情 那就继续做 我把股权转让给你 随便你折腾 你选吧 我 专注研发游戏还可以 对于运营和市场什么的 可以说一窍不通 让我继续管着这家公司 早晚得慌 更何况 我已经心灰意乱 做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同意了柳如烟提出的 第一种解决方式 他直接拿出一答文件 一部分是我随时可签的 股权转让协议 一部分是他的退出协议 我没有犹豫 直接在我的股权转让协议上 签了字 最后 他委托我 把项目的视频 电谋和PPT重新设计一下 他好拿着去跟大佬们提案 争取被高价收购 我答应下来 柳如烟叹了一口气 随后给自己点了一根烟 对我说 那就没什么别的事了 哎对了 我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箱子在你那 护照在里面 你有空给我送过来吧 黄色那个小箱子吧 着急吗 反正 再约时间看吧 别再约了 也当机力断吧 你稍等 我现在就去给你拿来 说完 我打开了轿车软件 尴尬的是 雨天排队20多号 我取消轿车 试探着问柳如烟 车钥匙借我一下 柳如烟看到我一眼 沉默了一秒 把自己的车钥匙掏出扔给我 这辆黑色的卡焰里面 见证了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 而现在 我开着它 却只为最后的告别 雨越下越大 无论雨刮气多么卖力摆动 仿佛都挥不走 眼前的泪眼婆娑 那点点滴滴 珊瑚 躁郁症 大波浪 仿佛循环出现在我眼前 一声巨响 把我拉回了现实 撞车了 我好像确实撞到了别人的车 一个中年男人下车走过来 敲开我的车窗 你瞎了 你TM才瞎呢 转弯让执行 我这现在还是绿灯 你刚才是红灯 还瞎开 我下车 看了看撞车的情况 发现问题不大 于是就对中年男人说 我有急事 算我的错 跟您赔个不是 我们就这样吧 好不好大哥 中年男人抓住我 撞了人还想走 要么赔一万 要么报警 直觉告诉我 这人在碰瓷儿 无奈之下 我们把车停到一边 争取最小的代价私了 还没来得及报警 附近的交警同志就走了过来 他大致问了情况 让我们出示驾驶证 随后 他表示方便起见 先不调监控 看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 就知道谁该负主要责任了 那位中年男人听交警同志这么一说 立刻变脸了 表示问题不大 不需要麻烦了 再说自己车里没装行车记录仪 交警同志坚决不同意 让我把车里的行车记录掉出来 事实证明 中年男人闯红灯外加碰瓷儿 摆脱掉这糟心的事 我坐进车里 长叹一口气 我随意翻看行车记录仪里的画面 突然 一个人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 我一下子精神了 170度大广角画面里 伴随着柳如烟的声音 紫赫 赶紧来 那位我曾经见过的麦迪就上车了 紫赫 麦迪 紫赫就是麦迪 麦迪就是紫赫 我颤抖着右手 继续往前翻 一直听到上车的紫赫说话 确定了 他和麦迪 是同一个声音 紫赫的护照肯定是真的 所以他的原名 确实叫张紫赫 而麦迪 我灵光一闪 麦迪 my buddy 邪音 我浑身发漏 忙不迭地继续反看行车记录仪 柳如烟的声音 他也是真好笑 我带给他的人工珊瑚 里面有好多绿色的 每一个绿珊瑚 都是我们送他的一顶绿帽 他还按时打理 麦迪的声音 孩子两岁前没有记忆的 你天雅 麦迪 中介保姆都是我们的人 到时候随便以一个生命的名义转移 他们到哪找去 麦迪 去致性提案要好好表现 虽然我老婆是战略投资部门老大 我也给他吹了好几年枕边风 他也认可你的商业模式 不过这个老娘们还是挺严谨的 一定要做好准备 柳如烟 我有数 我再让那大傻子重新整理一下PPT和Demo 麦迪 等拿了这笔钱 我们再合伙弄下一个公司 你也想想再物色个什么行业的工具人 所以 孩子不是我的 当初那么突然要和我去美国生孩子 感情是他们这对狗男女之间的计划 暂时让我洗当爹 所以 我父母背井离乡 正在帮他们看孩子 所以 我自始至终都只是个工具人 所以 柳如烟的绝症是假的 那么躁郁症也是假的 所以 他们要去骗住民的致性集团的投资高管 也就是麦迪的老婆 全资收购柳如烟的公司 头痛欲裂 我机械的开车回到家 把行车记录仪里面的内存卡拿出来 在自己电脑上拷贝了一份 随后 我灵起柳如烟丢在我家的黄色小箱子 给他送了回去 绝对的愤怒带给了我绝对的冷静 就像男舍男分的离别 我叮嘱他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会好好完善提案用的DEMO和PPT 致性集团战略投资部的周总 是企业家中著名的女强人 没想到这种强势的女人 婚姻生活是一地鸡毛 为了我自己也好 或者无耻地说 为了让周总见识一下自己的枕边人到底是什么货色 三天之内 柳如烟催了我好几次最新的提案DEMO和PPT 我都以手艺匠人高标准的要求一拖再拖 争取一直拖到他们去提案的那天下午 我把行车记录仪里面的很多内容剪了出来 有画面 有录音 有解释 剪成了一条逻辑清晰的出轨和诈骗小视频 命名为提案DEMO 距离柳如烟去提案还有三个小时 我发微信告诉他 提案的相关文件已经发到他邮箱里了 他表示感谢 其实我发给他的东西是损坏文件 如果他立即下载检查一遍 我就可以再拖一拖时间 一直拖到他来不及检查直接提案 只要他检查不及时 我就可以在他到达智信集团的前一刻出现 把没有损坏的文件交给他 同样不给他检查的机会 距离提案还有一个半小时 他发现了损坏文件 像疯了一样给我不停地打电话 我拖了十几分钟 接了电话 表示马上修复 由于时间关系 我没法把完整的提案文件发到他邮箱 他下载也需要花时间 于是我提议 我们在智信集团楼下见 我把自己的电脑交给他 告诉他是哪个文件家里的哪些文件 他一一记了下来 提案会议马上开始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在电谋里面植入了木马病毒 已经播放 不可暂停 不可关闭 除非把电脑砸了 当天晚上 据智信集团内部传闻 虽强势但情绪一向稳定的周总 大发雷霆 砸坏了一方提案的电脑 两天之后 我收拾好心情 给我妈打来的电话 语气尽量克制 说想去美国看看他们和儿子 我儿子生病了 已经在病房隔离好几天了 但很快就好 让我别担心 路上一切小心 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这件事情我处理得很不及时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解释 现在 不仅让他们担惊受怕 而且还要他们照顾我的情绪 到美国之后 我刷到了国内投融资板块的一条消息 税务部门进驻柳如烟的公司 彻查偷税漏税相关事宜 因情节恶劣 或将面临严惩重罚 且涉及法律责任 正被调查 曾经拟定投资这匹维鱼界小黑马的另外几家互联网巨头企业 纷纷暂停了跟其接下的投资或并购方案 我想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不求大富大贵 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就挺好 全文完